師傅 超審時 顧名思義 以師傅來做 五分鐘或六分鐘就搞定 一般人在乘以二的時間 做個米食小吃 待會兒看看內容 天心名字 有沒有可能乘以二的時間 也就是十到十二分鐘可以搞定 這麼快 今天帶來的叫做什麼 紅心米糕 紅心米糕有沒有可能十到十二分鐘 不可能吧 米糕耶 要蒸耶 不要省食的原因是 我用的是 我們要買那種飯糰 跟他買的那種熟的一個糯米 好想看 而且是五 六分鐘而已 五分鐘 我們是單五分鐘 這麼快 好 看看他怎麼做好不好 請看示範開始 好 來 這邊我打開 第一個部分呢 這裡我等一下會來編這個 紅筋 這個編紅筋 對 薑的部分先進來 這樣切丁 切大丁 現在剛好丟齊的時間 其實不妨你在家裡可以這樣子做 好多湯 你看到光啊 肥美喔 紅塵紅塵的 紅塵 來 這個你就剝進來煎 直接這樣 也不用沾粉什麼 不需要 紅筋還算小隻 很小 這樣子的大小的紅筋 大概在五 六兩左右 它的這個膏 還有它的蟹肉是最嫩的 是不是紅筋 是不是就是沙公沙母 類似 小的時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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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長大就換名字了 來 這邊有一個五花肉絲 其實五花肉絲比較油 所以這邊也要帶一點點的 這個香油去做梅漸 香油就可以了 對 然後把豬油煸起來 紅蔥頭放進來 我想要吃紅蔥頭 蝦米 有 天味 五花肉 紅蔥頭蝦米 香氣出來了 米酒灌進來 來 高湯也進來 這兩個蟹殼把它放進來煨 那現在就有一個螃蟹的高湯 等一下再跟我們的一個 糯米做結合 吳師傅 如果我們自己平常 可能有時候人家會送什麼 那個什麼滿月食的那個油飯 也可以把油飯放上去 然後這個螃蟹炒一炒 用上去 對 妳好聰明 這樣就很快 對 這樣就很快 沒錯 香氣出來了 帶一半的這個 紅蔥頭酥 你只剩三分鐘了 你來不及嗎 香氣基本上都要把它帶出來 因為等一下料頭弄好之後 拌一拌就可以了 可是米糕怎麼感覺起來 跟油飯很像 來 醬油先搶鍋 做法也都是差不多 對啊 油飯也是這樣做 米酒進來 那米糕的部分 酒香氣一定要足夠 為什麼 這樣子人家吃的時候 它的香氣會比較沉澱 在一些糯米裡面 師傅 阿嬤做米糕 都會加五香粉 對 這是基本的 傳統做法 傳統做法 來 現在再把它剝進來 現在它做起來合了 你這樣怎麼辦 對啊 這樣很難拌耶 它的紅蔥米糕是炒出來的 對 炒的 還有兩分鐘 你也可以說醬油有點像燉飯的 那種效果 沒有跟綜合在一起 燉飯 所以剛剛螃蟹的那個水分 很重要 對 在去腥蜜蜆煎這個動作上 米糕扮演的餃子很重要 來 這邊有一點味蜜 那沒完 去腐蜜蜂 騙 出